我们先把仪表和ATP连接起来 ATP连接起来是插在电脑上 插到这个USB接口 然后插这个灯是在闪烁的 我们现在打开ATP软件 这个打开 然后点OK 然后这个地方是文件 数据管理退出 这个是用户管理 添加用户 用户删除 密码修改 这个是参数设置 这是系统 参数设置 标定 然后我们先来参数设置 我们的USB接口 这个是串口 串口选择 我们是COM4 然后这个是分度值设置 我们现在是10公斤起跳 这个是滤波 然后这下面是不用动的 1和2 这个是不用动的 默认的 然后这个是对几块板子的 这是我们有几块板子 对几块板子的标定 我们如果是有两块板子 我们就是1和2要勾起来 我们如果又是4块板子的话 就是3和4要勾起来 然后点击保存 点确定 然后现在我们来标定 标定产品 这个地方是 我们是4号板子是打开的 然后点击4 然后置0选择 然后这个地方是输入砝码的重量 我们的砝码是2020 加入砝码 好 好 我们的砝码是 我们的砝码加上去了 然后点击这个标率 点击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 点击保存 然后点击退出 好 这个地方 我们的4号呢 1234 我们的4是打开的 然后数据是2020 砝码掉下来 好 我们呢 现在是没有加入砝码的 之后是零的 然后这个地方 好 我们把数据导出 这个地方可以导出来 Excel 还有DATXT 然后我们就随便导出一下 然后桌面 然后随便命名一下 然后点击保存 然后点击退出 然后这个最小话 136 打开看一下 你看 我们的 我们4块板子 因为我们这里 就4块板子打开的 所以只有4块板子 有数据 那 我们现在 测试的数据 都在这个里面了 2020 好 这样就设置完毕了